琳琅满目的海鲜食材、先进智能的养殖设备 9月4日,2020海峡福州渔业州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拉开帷幕 300余家企业携全球精品海鲜、远洋深海鱼、精品食材等厂长 掌管内,随处可见的直播间成为了一大亮点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 本届渔博会首次尝试突破传统营销模式 融入新零售、AI大数据算法等前沿技术手段 搭建云长会平台,实现线上加线下的双线会长 AI大数据算法去给商家带来精准的流量 是精准的人群去导入进去 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后台大数据 甚至做到一个分类引流 直播间内,主播们卖力地推荐着海产美食 线上的看客们争相提问 主播耐心地掩饰并解答 不少与会企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利用直播业态参与展会 不仅能打破三天窗掌 实现全年服务 也能助力疫情下水厂企业破局转型 今天的话也会从线上线下相结合这种方式 加上零星零售这种方式来拓开我们的渠道 让更多的海外外的这种商家的话会知道到我们的产品 把原油的线下的这种经销量的话全部往线上去引导 近段时间以来水产品的质量安全也备受各界关注 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实现全程可溯源也成为了业界的普遍共识 本届福州鱼博会继续开设鲍鱼节 鱼丸节海带节等主题活动 其中一口直径两米的巨型火锅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该餐厂企业推出了千人鱼丸火锅 观众可以免费品尝 放满这个的话能够放到七八百公斤 能够让两三千人 同时的话这个吃这个我们福州鱼丸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里面的话鱼丸锅里面我们基本上都会放 我们福州的传统的商业的东西 福州鱼丸包括我们的墨鱼丸以及我们的鱼豆腐 然后基本上会放这商业 然后给我们的免费开放给我们的福州市民 就说这个品尝 记得了解到2020海峡福州鱼业周 中国福州国际鱼业博览会展示面积4.6万平方米 涵盖从水厂养殖 远养捕捞 精深加工 休闲鱼业 鱼须鱼具 饿料动饱 人链贸易等鱼业水厂行业 及周边产业链 包包 市场 记得